秃头强强 强强以前有很多头发 可是过了三十岁以后 强强的头发就开始掉了 一根一根又一根 头发都掉没了 强强很伤心 她开始使用各种药 希望头发能再长出来 可是头发没能再长出来 强强很难过 妈妈送给强强一顶假发说 我的耳啊 没关系 戴上它 你依旧很帅 强强其实不喜欢假发 可是为了美 她还是戴上了 有一天 风特别大 强强的假发被风吹跑了 强强一直追她的假发 路上的行人看着强强都笑了 强强难过极了 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 她还在为今天追假发的事难过 她心想 要是能长出头发 我宁愿少活几年 这时房间里刮起了一阵风 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强强面前 你是谁 强强问 我是发神 头发的发 神仙的神 发神回答 发神 强强瞪大眼睛问 是的 发神的发 发神的神 发神回答 强强扑通跪在发神面前 恳求发神让她长出头发 发神摸了摸强强的头发说 做到这三件事 你就能长出新头发 什么事 我一定去做 只要你能让我长出头发 强强说 第一件事 明天早上会有一个人撞到你 无论如何 你要把他送到他要去的地方 说完 发神就消失了 第二天 强强醒来时 已经快九点了 完了完了 迟到了 强强急急忙忙穿好衣服 冲出家去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 可能是昨天发神的出现 让他睡过了头吧 快到地铁站的时候 他被绊了一下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哎呦 疼死我了 强强躺在地上 捂着自己的膝盖 对不起先生 您没事吧 强强看着说话的人 惊讶地发现 他是一个盲人 强强突然想起 昨晚发神说的话 明天早上 会有一个人撞到你 无论如何 你都要把他送到 他要去的地方 于是强强扶着盲人 去了他要去的地方 盲人为了感谢强强 就送了一副墨镜给强强 盲人告诉强强 这副墨镜很神奇 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强强收下了 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老板把强强臭骂了一顿 强强想起盲人的话 戴上墨镜 随便看了看四周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正要摘下墨镜时 他看到老板在哭 强强不敢相信 他又摘下墨镜 看了一眼老板 老板没有哭 戴上墨镜看 老板在哭 摘下墨镜看 老板没在哭 这是怎么回事啊 通过墨镜 强强看到了更多 关于老板的事 原来公司一直在亏损 老板为了给大家发工资 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他很希望这家公司 能够一直开下去 不想让大家都失业 强强看出了老板的脆弱 但也无能为力 这天夜里发神又来了 发神要求强强 每天都要和妈妈一起吃饭 无论妈妈做什么 强强必须说好吃 强强很久都没吃过 妈妈做的饭了 而且他已经和妈妈 分开生活很久了 为了长出头发 他还是得按照 发神的要求去做 一下班 他就去了妈妈家 这天妈妈给他 做了最爱吃的炒土豆 强强吃了一口 就觉得菜特别咸 可是他必须说好吃 妈妈真好吃 强强说 妈妈满意地笑了 强强又吃了妈妈 做的豆腐汤 还是很咸 他不知道为什么 妈妈做的每个菜 都那么咸 趁妈妈洗碗的时候 强强戴上墨镜 看了一眼妈妈 发现妈妈的身体 全是黑的 原来妈妈得了癌症 已经失去了味觉 妈妈吃什么 都没有味道了 可是妈妈 没有告诉强强 强强看着瘦弱的妈妈 心疼极了 她不知道 该怎么帮助妈妈 她告诉妈妈 妈 我想每天 都吃到您做的饭 我搬过来 跟您一起住吧 妈妈听了 高兴极了 就这样 强强和妈妈 生活在了一起 后来强强才知道 妈妈做了很多治疗 头发已经掉光了 一直戴着假发 可强强都不知道 强强难过极了 她很自责 之前根本不关心妈妈 在和妈妈生活的 这段时间里 妈妈还捡了一只小狗 在小狗的陪伴下 妈妈似乎比以前 开心多了 发神第三次出现的时候 强强告诉发神 能不能让妈妈 长出头发来 这样妈妈 看起来会更精神一些 让她更开心一点 发神并没有回答 只是让强强 第二天晚上七点 准时出门遛狗 强强照做了 第二天 她早早下班回家 在七点的时候 带着狗狗出门了 她不知道这次发神 给她安排了什么事情 她只是带着狗 在路上溜达 突然 她看到老板 跪在一个老人面前 说着什么 原来那个老人 是个有名的企业家 老板很希望老人 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能让公司继续开下去 不然公司就要倒闭了 可是好像老人 并不想帮这个忙 这时 狗狗拼命地拖着强强 往老人的方向走 强强很担心 自己会被发现 但她还是被发现了 老人看向了她 狗狗也挣脱了绳索 跑向了老人 原来老人 才是狗狗原本的主人 只是走丢了 老人再次见到自己的狗 非常开心 不知道该怎么答谢强强 说 年轻人 谢谢你收养了我的狗 我该怎么答谢你呢 强强看了看 跪在地上的老板说 您能不能帮帮我们公司 老人在强强的恳求下 决定帮助他们公司 老板听了 激动地湿了眼眶 他没想到 强强会帮到自己 为了感谢强强 老板这天带着强强 去了自己的家 拿出一套西装 给强强说 谢谢你啊强强 这套衣服 本来是打算结婚的时候穿的 可是现在 房子也卖了 婚也结不成了 送给你吧 强强收下了老板的西装 他在老板家看到一幅画 老板很骄傲地说 毕加索的话 真的 强强问 老板笑了笑 摸着自己不多的头发说 毕加索也是个秃头 可是却有很多女人爱他 强强和老板相识一笑 这天夜里 发神再次出现了 我嘱咐你的事情 你都做到了 发神说 是的 只是现在我已经 不在意 我是不是秃头了 能把生发的机会 给我妈妈 强强说 可是妈妈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发神说 是的 我妈妈曾经很美 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我想她临走前 也和曾经一样美 强强湿了眼眶说 早晨醒来时 强强依旧是一个秃头 但妈妈却长出了 一头乌黑的秀发 看上去特别美 妈妈 你真漂亮 强强惊讶地说 是啊 是不是药物作用啊 怎么一早起来 就长出这么多头发 妈妈也很惊讶地说 漂亮就好妈妈 强强说 这头发能长在你头上 多好啊 不知道有多帅呢 妈妈说 长在你头上 我一样很开心 强强说 就这样 妈妈带着她美丽的秀发 美美地又过了几年 老板在老人的帮助下 把公司做得越来越好 强强也因为 穿了老板给的西装 交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友 女友并不嫌弃强强的秃头 反而觉得 强强是一个很有品位的好男人 不但会打扮自己 对人也很好 她的优点 已经盖过了她的不足 从此 强强再也不在意她的秃头了 她内心的满足和善良 让她倍感自信 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有些缺点 我们无法避免 但我们可以努力 经营自己的优点 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 那些缺点 自然就消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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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托